本地网购平台Q10因为资金问题进行裁员 据了解公司过去两个星期才退了超过八成的员工 平台目前继续照常运作 人力部授寻师表示裁员应对就业援助小组 正在密切关注Q10的裁员行动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本地电商Q10在韩国经营的电商平台 拖欠当地商家和消费者款项的新闻 上个月底曝光后 在新加坡工作的员工已听闻 本地总部的运作可能受影响 一名被裁退的员工告诉本台 首批被裁的员工这个月13号收到通知 除了人事部 每个部门都有员工遭裁退 几乎全部都是本地人 这名员工透露 Q10发给员工的信件指出 公司也不想进行裁员 并对员工表示抱歉 职总授询室表示 Q10不属于旗下任何工会 但公司里有新加坡劳商工有联合会的会员 联合会将会协助他们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